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人刚才来的时候戴着一个压身帽 作为张艺谋的文学策划 我怎么觉得你的打扮也越来越随他呢 因为我们两个穿同一个品牌的服装 就是万宝露 我这一身全是万宝露 他是万宝露的形象代表 所以他是免费拿 张艺谋是万宝露的形象代言人 对对对对 我呢是沾了他的光 我是半折拿 你们这些爆发货 怪不得人家骂你们 还就是说王兵老师 我注意到你在南方周末上也写了文章 最近啊你知道吗 丹臣这个圈里出大事了 是吗 我觉得从我们做媒体的角度 得承认三联生活周刊这一组文章啊 好像就在上个刚刚过去这个周末 好多这个文化圈的人 主动拿来给我看的送给我 你去看看 你快跟我们讲讲 我跟你说 这个里边啊 讲的现在的这个一个大话题啊 这个媒体180个角度 好多角度 有的角度你都奇了怪了 已经进入到冯小刚的人格分析这个程度 我也看了 精神分析 我别的没记住 人格分析 你别说我记住什么了 说这个冯小刚跟王硕是什么关系啊 知道有个电影的名字叫我是你爸爸吗 嗯 他们俩就是这个关系 说王硕是冯小刚的灵魂父亲 说是冯小刚哭着喊着 抱着人哭 说哎呀你给我们俩说喝说喝吧 我我我我们俩要和好 而且甚至于还说什么呢 说冯小刚这个人 哎出名 说有一次在汽车上啊 拿本杂志写徐帆的 哎冯小刚拿着电话 说帆子你听我给你念啊 他们写你啊 青春青丽 后来旁边人说 那错别字 那叫青春靓丽 这青年青丽 还说为什么夜宴 那个女演员叫青女呢 说原本是叫靓女的 主要是冯小刚白字 清女了 我怎么觉得说这话 有点像说那个什么 邓建国 我听过那么一个段子 就说他为了让更多的人 能够认识他 然后呢在那个飞机场 嗯 然后打死都不上 然后就一遍遍的广播 请那个什么巨星文化公司总裁 嗯 某某某 赶快那个登机 对 然后播个五六遍之后 觉得嗯 哎呀估计 最起码这一班飞机的人 记住我了 他才上飞机 嗯 我怎么觉得这段子 好像跟冯小刚这个 有点像 对对对 这个冯小刚这个是 和他不一样 你刚才讲的是 邓建国是他自己制造了 这么一个 呃 这个现场效应 嗯 这个里面写的冯小刚 他本人啊 他绝对没有想到有一天 因为这个是一个私下行为 就是他和朋友间的私下行为 冯小刚是绝对没有想到 有一天 他扬名立万了之后 朋友们把他当年的 成年旧事 给翻出来 要是呃有个大片找你 是不是哎 作为女演员 是不是欣喜我狂了 的 我觉得那大片的话 不能全盘否定 他的不好 他肯定还是有好的地方 嗯 你比如说他制作 确实很精良 这是没话说 但是问题是 我看了好几个大片 之后 给我的感觉 他不能感动我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 挺悲哀的一件事情 对 你他你说到这个 实质性的问题 在技术上 好像是老百姓 没有什么非议 大家都认为 做的都不错 嗯 除了吴吉 吴吉好像在制作 好像 好像 你不是吴吉的策划 不是不是 吴吉在制作上 好像不知道 哪样出点问题 就是就像他那个 长期跟着凯歌 那个副导演说 说这个 张张金战 说是这个 我是了解凯歌 特别认真的 他说这个 每一个道具都盯得很细 可是这个吴吉 我有点不明白了 说看了一个长毛 特写 我操 那是木头做的 他这不应该是凯歌的活 没话 这也是我看吴吉的感觉 我怎么用木头的 这个 怎么会出现 这个问题 按说是不应该出现 尤其涉及到特写 我告诉你 我就给你有几个例子 当年拍活着的时候 一谋 一谋的认真到什么程度 我给你 每个道具他都盯 有一次 是一个 远景 所有人拉得毛主席雨入 拉得毛主席 就毛主席万岁 因为他有文革厂 毛主席万岁 一谋在那个摄影机 一叮叮了 说停 他过去了 说你把那语录给我拉来看看 一拉来 一翻开看 语录里面 加的全是白纸 一谋当即把道具找来了 非常严肃的给他说 就是我的剧本 早就给你们看了 你为什么准备这个 说导演 这反正是小红本 里面加的东西 他就行了 一谋就问他 从职业的角度说 万一我要拍特写呢 需要翻开这个语录 你给我提供了什么 白纸 这就是我们一个导演 他一定要落实到这一边 穿着一谋的答备 就开始说一谋的好话 那我问你 一谋那十面埋伏 最后怎么下雪了呢 下雪 对 这个需要给观众说清楚 天灾人祸没办法 因为非典 使我们的拍摄档期后移了 后移了之后呢 他们那天拍的时候 头一天 说是一谋在现场就祈祷 说是千万别变天 千万别变天 你要做一个武打场面 要拍好几天 他不像一般的文戏 我当天我能抢回来 武打是不行 他要动很多的惊喜啊 什么掉位啊 我觉得下雪我就不管了 为什么扎了那么多刀 他都不死了 对对对 咱们先说 那天是真的变天 他有相应力超强 打鸡血了 打鸡血 这个扎了那么多 没死这个问题 这肯定是一个问题 咱就说这个 我看了这么多篇文章啊 王老师 我得到两个误解 就算误解吧 我看这些写的好像是什么 第一 咱聊这些事 其实这大片 好像不大是给咱们拍的 就说他主要 他在就说这个中国的票房 不值一提 最多能收回30% 说他拍这么一个大片 这么多的投资 他要去打什么北美市场 日本市场 可是你往往 你给热脸贴个冷屁股 你不一定能贴得中人家 这是我的一个误解 再一个误解呢 说这里边有咱什么事呢 你点瞎聊天 好像是一帮资本家的 一个投资的游戏 当然照风小刚的话说 什么人最了解人民 资本家最了解人民 资本家把钱砸下来 资本家最知道市场 你们这些写文章的 你们都拿人民说话 你们有资本家心疼吗 那不一样 资本家要求的只是 他能够拿到这个钱 但就说人们把这个钱 掏出来之后 人们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对你这个影片 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资本家不管的 对资本家不管 捅了多少刀还不死 但是资本家这笔钱 毕竟是投给一个具体的 实施者 这就是导演 就是最后给老百姓看什么 而且看什么品质的电影 让你接受什么样的情感 这是由每一个导演来决定的 这个是关键点 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是大片 因为你只有了相对的一个规模的资金 你才能拍出一个阵容强大 和深合化都足以让观众感到挺震撼的 这么个效果 所以他需要资金投入 但这笔资金投入 在中国市场上 因为中国人现在看电影 还真的没有养成习惯 是这几年好像稍微好一点 在中国这个市场上 它的通吐量是有限的 因此它的利润回报是有限的 它只能在欧美市场上 去赚回它更大的那一头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要说第二个问题 我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长期以来 我们是艺术电影在欧洲 尤其在欧洲可以长期植入 而且是在小的艺术眼线 但是中国电影这个真正的概念 是应该是靠商业电影 不是靠艺术电影 因为艺术电影是小众 所以一谋理解 就是说现在咱们应该把这口饭先吃了 那意思就是说 外国人现在要看我们这大片 只能看这些东西 就是这东西 咱说那么多题材 你怎么不拍 他说人家不认 我注意到这是冯小刚说的 但是我觉得市场是需要你来培养的 连续好几年都是这种模式 天天让我吃这个我也腻了呀 我能不能换一种方式 你这是在中国接受这个概念 可是在美国人呢 因为他有大量的电影每天在看 你想到现在为止 中国所谓的大片 古装大片 古装大片 这个沃古长龙上古装 他上民国 他不上古装 古装大片到现在几个 两部 你们分得细 我们都认为是古装大片 你还说 那是民国 那是青末 那不一样 你刚才讲的是 你刚才要讲的是 武当 你干嘛老深中止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呢 我觉得单纯说的这个问题 也就是你在南方周末写的这个文章 就说好 甭管怎么着 你砸钱 你要拍了 拍了 你拍什么 对吧 你觉得这里边少一种温暖 是吧 照陈丹青的话说 中国的大片太瘦 你这个形式大于内容 就感觉像一个人 明明没什么内容 画着很浓的 粉的掉渣的 我这个 现在我们谈到问题的核心 就是 也不是谈技术 也不是谈大片 这个抽象概念 我们谈的是具体的内容 我记得文涛 私下里 包括我们在枪枪的时候 你也谈过好几次 文涛 这个话其实是文涛说的 就是中国大片 就是我们看中国大片 我们需要感受温暖 这个是文涛的话 感情嘛 对 需要感情 需要感情 我呀 为什么写这个文章 我后来把它又改了 改了一下 然后发在我的博客上 叫中国大片以民族精神 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出民族精神的这个概念 你看 苏氏 苏东坡 曾经有一句词 他说的是 大江东去浪涛进 千古风流人物 就是你在他这首诗里面 你突然感受到一种浩然正气 就是我们民族曾经有的浩然正气 如果这是浩然正气 好 苏氏还有 苏氏还有一首诗 老夫疗发少年狂 左千黄 右勤昌 对 那又是一个 今天的讲叫酷的形象 对 这是我们古人的形象 这是我们曾经有的情怀 左边抓着黄 右边抓着黑 对 左边抓着千条狗 对对 左千黄是狗 右勤昌是苍蝇 对 你想他这个 这种 这种就是你要玩浩然正气 他有这个大江东去 是你要玩这种酷 他可以牵着一条狗 拖着一只 你想如果在画面上呈现出来 那是什么感觉 这感觉咱中国人牛啊 这问题是 拍出来的片子 现在人家都看不着啊 都没觉着 我说真话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古代英雄 古代英雄最让我感动的 就是曾经让我呜呜一下 我突然就无心 突然感觉到我们就明珠有这么一个魂魄 是我们被遗忘的 就是袁崇焕 袁崇焕这个人故事说起来真的是非常感人 他当年是 他当年是这个明朝的一个大将军 其实他是书生 那个时候的将军都是知识分子 是奴生的 他镇守边关 据说当年的大院子兵就是清兵 清兵是经常打胜仗的 可是他就是在袁中焕镇守的那个边赛 他根本打不进去 几次打打不进去 于是他设下了一个奸计 这是皇太极感 那个反奸计 对 把他给弄回来 弄回来就关起来 关起来之后是以 他就是等于是以间谍罪 你通外国嘛 按照现代话 就间谍罪 给他判了 就林池 林池处死 你知道林池那个场面是什么场面吗 我那天看那个资料 是把他嫁入四朝之后 就是把他拉下去 全程的老百姓出来 拉着刀子 上去一刀一刀的割上 割不上的老百姓 不是那个柜子手 不是 老百姓了 手割的吧 然后把那个肉给老百姓他们分 因为他们有讲究的 因为有老百姓出上去 然后有人掏钱 有人掏钱给那个柜子手 让他让他上去来 再来两下 就恨得咬牙切舌 说你你是出卖了叛国吗 你出卖了我们 袁冲犯死了之后 当天夜里 现在说是他的夫人 现在不知道 因为没有查到这个资料 有人说就是完全是 仰慕这位大英雄 知道他是大英雄 偷偷的把他的尸体 给偷回来 就是个偷回来 偷回来 埋在他家后院 接下来的故事感人 这一家的 最年长的 让全家人 全家人跪下 让他们发誓 第一 永世不为官 就是我们全家人 谁都不要当官 第二 世世代代守护着 我们这个英雄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目前 守守守守守守 这个事一直到了 第十六代 就是说我们现在 他们家人一代一代 就是中守着他们 他们的先人 给他们立下的这个遗嘱 每一代都在守 一直守的文化大革命 这家是有男兵的 但是那位男兵扛不住了 就是太苦了 你知道最后第十六代 守住这个墓的是谁 是一个女人 一直守的文化大革命 受了那么多的苦 守的 美国纽约时报 有一个记者采访了这个事以后 发出了一个 发了一个很长的文章 你知道标题是什么 那标题一听 我突然就觉得心里就能一热 他写的是 小国民大国魂 哦 这是你的底啊 原来要说的是这么回事 小国民大国魂 哎 你讲袁冲焕 我倒给你讲讲好莱坞啊 我现在发现呢 好莱坞这方面的意识 可太强了 甚至于我都不知道 他怎么操作的 你比如说啊 像好莱坞的那个很多 比如一个动画片 那汽车总动员 你看到没有 那个看看那动画片 哎 他张扬一个什么精神呢 就说这个这个汽车 马上就要得第一了 但是他看到后边的一个老冠军 被这个对对手用不良的手段 给撞出去了 然后呢 他犹豫了一下 又转回去 推着这个老冠军 推过终点线 就说你要完成这个比赛 结果呢 那个用不良手段的那个人得了第一 但是所有的人冲他扔砖头 吐吐嘛 这个人应得全场的掌声 你看什么勇敢的心呢 你看什么甚至泰坦尼克号啊 是吧 甚至我现在看 美国这个电视剧什么24小时 我觉得他这个里边的这个这个 对于这个这个导向啊 比咱们可重视多了 比如说对于恐怖分子 我们要划清界限 不能一概认为都是穆斯林 等等 这里边你翻线 他招招都琢磨着 哎 咱中国要拍个主旋律呢 咱们却会觉得很假 可是实际他呢 没有 我觉得现在主旋律 也不像你完全说的那样 因为前段时间 我在那个电影频道里面 看了那个太行山上 嗯 我觉得挺震撼的 是吗 嗯 讲那个八路 那个军队跟那个老百姓之间的那种情感 军民雨水球 对 我觉得因为本来嘛 像这种主旋律的大片 我没有想抱着一种什么态度 我就说哦 那看看吧 画面还行 但是我觉得我受感动了 我觉得 对 我觉得就说中国的大片 我觉得为什么你不能像好莱坞的那种拍出主旋律的大片呢 其实挺奇怪的 我一个观感哈 我就在想你像什么泰坦尼克号这些电影 嗯 嗯 像好莱坞界甚至金刚 嗯 我们看了会流眼泪 嗯 我有时候假想要一色的全换成中国演员 嗯 没准啊 我也会笑场 这个里边啊 他可能有一个文化差异 还有一种距离能够产生美 我甚至瞎想 我觉得这事是不是跟文革有关 这不是 现在的问题有个挺难办的事 就是很多所谓的 他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咱张扬 说张扬正义 张扬崇高 是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可是现在的社会变了 对 所以那天有人说句话吗 说这电影病态吗 病态的社会就是病态的电影 其实也不能怪什么导演 他们都是社会的一个反应 嗯 对吧 那你现在 你真的搞那些东西 还有人说是贾大空 会引起人的嘲笑 总觉得你少了一分真诚 这个首先真诚是一定来源于 创作者自身在创作上要真诚 这个要 其实今天的人啊 比应该说比五六六十年代的观众 要聪明的多 就是我就有一种感受 包括我自己 我看一个人的文字 我看三行 我大概能看到这个 这个文字背后这个人是个什么人 那么看影像一样的 基本上看下来 就是很多老百姓不知道 他是潜意识的已经感觉到你背后 你是不是真 就你那份情感 是不是真诚的投放到你的电影中去 他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就是从表面上看 中国所有老百姓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习惯 就是说坐进电影院看大片 是准备去笑场的 他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 就是真的一去 从英雄开始之后 你就发现一去到这个电影院 就憋着我要看笑场 等着看 一看到一个点 他就笑了 单程我记得你这头一回做我们节目的时候 说到你们家的什么亲戚 你都会有眼泪 你平常看电影 看什么电影 你会觉得特别澎湃动情 我说实话我特别喜欢那个意大利的那个片子 叫美丽人生 那可是那个导演拍的相对比较差的一部 我觉得我觉得那一部我特别喜欢 因为他能够让我感觉到意大利这个民族的热情 对生活的那种热爱 而且就是说在那种情况下 在集中营里面 他能对他的孩子就说这是只是一个游戏 你讲的是那个那个 对对对 美丽人生 他就只是一个游戏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对这个留下心理阴影 就是多么伟大的一个父亲 而且他对他老婆也是 就是追他老婆的时候就那种幽默的东西 然后然后你就觉得 哎呀我觉得这个男人太完美了 就就是由衷的就觉得 哎呀上次我不是恐婚吗 那现在觉得哎呀 婚姻其实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然后特别能够打动我 你说他的那个投资大吗 他确实有一些大一点的场面 但他说白了就是那两三个演员 太棒了 我觉得真的能震撼你 不那个电影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 我看一些好莱坞的这种大片啊 我倒觉得哈 他不能太复杂 他的理念说白了也挺简单 也挺俗的 但是啊 真善美啊 他毕竟要导人向善 他要弘扬一个弘扬一个正义 哎 甚至是教人做人 你想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魔戒啊 还是什么电影里哈 哎 孩子碰到困难了 然后这个哎 老一个老人就会告诉他 当碰到这个困难的时候哈 你再去后悔 再去伤心 没有用 你唯一能够想的是 接下来该怎么办 他这样 你看他就无形中是个 很好的教化 所谓的主流大片 或者是主流商业片 他必须遵守一个游戏规则 就是他一定要在老百姓 公认的一个道德范畴里 去演绎他的人物和 讲述他的故事 你不能偏离这个 你偏离这个属于艺术片 探索片去干的事 那个 那个是属于知识分子去看的电影 你在一个主流大片里 确实是需要 你主张的是一个公共的价值观 道德观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塞人形广告之后见 所以说这个问题 现在那么多的人议论 丹臣你看到的这个意见 有什么你印象深刻的 我觉得冯小刚在说他 他说没有办法 他要必须把这个市场做起来 就是说拍了几部大片之后 得到制片方的认可之后 他有一定的保障了之后 他才可能去拍他想要的片子 我觉得肯定吧 人应该是有他的苦衷的 这个我不能否定 但是他说他要拍他想拍的片子 你比如说现在马上要拍的集结号 我觉得大家可能 我这个人觉得宽容一点 看看他的集结号拍出来 到底是什么样 是不是像他说的 不是那种所谓 我们平常意义上的那种大片 你说的这个 我跟你还有同感 我也是觉得呢 这个照冯小刚的说法 感觉拍弄这大片 就跟考脱服似的 要不然人家瞧不起你 是吧 一个出格通行证 对 出格通行证 对吧 人出国 可是呢 你说你要拍这种东西 把它当成一个就是门槛 入门砖 你说什么 你们一谋是这么想的吗 一定 这些 这些 这些我们讲的这些大导 就是 他们如果说有雄心和野心 要打开国际市场 就推开国际商业大片市场的 这个这项门 他首先 首先要知道 国外的发行商和国外的基本观众 他要看什么片子 这个因素一定要考虑 但是我觉得当中国的观众挺悲哀的 因为所有的导演 或者是制片人 也好 都是国外人 外人为本 没有以国人为本 我觉得是一个 所以电影是社会的反应 连我们好多地方卖票的 那都是以外人为本 不是以国人为本的